他会不设限 直接的跟你去聊一些 他喜欢的开心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 表现的是非常热络的 情投意合 这是你的错觉 热情大方 这才是真正天秤座正在表现的样子 你有订阅NEO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又来到我们的QA时间 我们来看两位粉丝给我们的留言 第一位 天秤座一开始很热情 跟你以心换心 现在开始冷淡 是不是表示已经想要结束了呢 感情里面就是这样 猜对方的心情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不猜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他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 天秤座在跟人互动 甚至要曖昧 要进入一个感情阶段 他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好我们看一下天秤座在这里 分三个阶段来看感情 第一个阶段是观察期 天秤座在感情上面一开始真的是相对比较热情的 因为遇到新的朋友他会不设限哦 直接的跟你去聊一些啊他喜欢的啊开心的啊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啊 表现的是非常热络的情投意合这是你的错觉 热情大方这才是真正天秤座正在表现的样子哦 那这也是我们这位粉丝的疑问 一开始他很热情他热情是正常 他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热忱 你不要想太多 那他这么热忱的状况下来到第二个阶段 暧昧距离起在越暧昧的时候 好像大家就会牵个手啊 或者是做点什么事情啊 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好像关系不一般 但天秤不一样哦 天秤座在暧昧的时候反而会保持一点点的距离 为什么呢 天秤座在平常跟人相处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距离的 有一些秘密也是毫不设防大辣的都说出来了 所以其实你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已经基本上知心知底了 那反过来说他保持一点距离呢 是想要让自己站在中立的状态 然后去观察你这样对我是想要讨好我还是真实的你呢 你说这句话是想要让我觉得开心 还是你自己真正的样子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呢 天秤座在这个时候就会冷静下来 理性的去观察和思考 他正在参考的准另外一半哦 天秤座在爱情上面需求量是很高的 所以他根本不想要单身的状况 可是他知道这么一头热 这么一天一天的去累积那些爱情粉红泡泡 总是自欺欺人的表现比较多啦 理性的暧昧保持一点距离 观察你真正的人格个性生活习惯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当他跟你有一点距离的时候 暧昧才真正开始哦 最后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 天秤座会想要到决定期 天秤谈恋爱绝对不是玩玩看的 他一开始跟你谈恋爱 就是想着后面要结婚啊 生子啊 一场串 他都会想的很远哦 这些原因是来自于两个人相处 一定是观念上天生直觉要和 如果不和呢 磨合的时候也不要太惨烈太夸张 天秤座不喜欢那种每天大吵架大声讲话 然后在家里面KING KING KING KING的状况 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裂痕啊冲突啊纠结啊都是天秤座不乐见的 所以在决定期的时候他会特别去找一些状况来放给你看 看你会怎么对待他看你会怎么收拾残局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你还可以去用理性的智慧的平和的放缓的心态去面对他 嗯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不错哦 比较理性又有智慧平和相处这是我要的 所以我们这位朋友的提问哦一开始他很热络没错啊他只是想要认识你这个朋友 后面又保持距离好像对你有一点冷淡 这时候你就要观察了到底是因为暧昧或者决定期产生一点距离 他想要冷静思考一下呢还是说你本人的个性跟他的个性差太远呢 当你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现在关系到底是什么咯 提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来看第二题 有网友问追求处女座丢直球还是丢取球比较好呢 好啦知求取球都可以啦就看你擅长丢什么球 我们总不能让你做不擅长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追求处女座丢直球和丢取球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反应呢 先说丢直球如果你直接对处女座表白说啊我喜欢你 我们要不要相处看看啊我觉得你很漂亮你很帅啊 这些都属于直球的状态哦 处女座其实蛮喜欢的因为他觉得啊谈恋爱或者是暧昧 就是暧昧嘛你如果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你是要当朋友 还是想跟我更进一步呢 这样子弯来弯去如果要花很多时间直接来也是不错啊 直接表达直接互动 处女座完全不会排斥哦 那反过来说处女座其实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就那么几点啦 第一你的外形要是他喜欢的他是外貌协会 关于这个外貌协会啊你要自己解读哦 有的处女座对于外貌协会的定义是看气质看言谈 所以说如果你的气质是他想要的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这个大家就自己评估一下就好了 他对另外一半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幽默 你还愿意跟他聊一些跟价值观有关的很身心灵深层的事情哦 这部分你有吗 如果你直接丢直球两个人已经直接来暧昧直接试着来约会了 这些条件如果你满足很快就可以得到他的心哦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丢曲球处女座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毕竟处女座他是土象星座啦 本身他们就比较被动然后心态上面也比较保守哦 某一部分处女座是很喜欢丢曲球这一个路线的哦 比如说如果你直接对他做什么事情像是轻轻抱抱啦 避动啦他会有点小惊吓你到底要干嘛 虽然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我可是可不可以慢慢来啊 这么急躁我不喜欢 比如说今天天气热啊要多喝水不要中暑啦 这种关心的话跟他多讲 然后先从当朋友开始慢慢的去取得他的信任 这个方向对于某一部分处女座来说是非常受用的哦 总的来说啊丢曲球就是把你的占有欲和那个热血的 很想跟他马上在一起告白的这种心啊压下来一点 然后多跟他心灵的交流生活上的互动 然后慢慢的去体贴他关心他互相去了解彼此的生活圈都在忙什么 先当朋友慢慢的在告白 你在这个长期的互动中取得了处女座对你的信任 那么你的机会就比较大哦 不知道以上的两种方法你现在更想要用哪一种呢 希望你可以告白成功 平常大家生活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困惑或者是问题 不想要告诉别人的秘密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看到你的问题就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希望可以帮到你我们大家一起生活加油加油咯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by 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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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y